缺铁性贫血已经是铁质明显缺乏造成的贫血 所以对我们的一些学习的功能 有双重不利的影响 红素缺乏贫血的话当然缺氧 另外一方面铁质缺乏的话 对脑层性的功能也会有不利下降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铁质过量也不行 铁质过量也会对脑神经产生某种的毒性 所以铁质过量对脑神经功能也会有下降的状况 所以铁质要适量不能太少